60岁以上胆固醇高死亡率反而下降 这是什么时候的报告 这个是2010年的报告 是在挪威的报告 2016老人用降胆固醇药物反而死亡上升 我们吃药是不是希望你能够活久一点 结果不是 你用药物去降的话因为它伤肝 伤脑 你降了胆固醇降得很低可是 生活品质也不好 认知也不好 然后走路容易跌倒 那干嘛 所以没有人好 只有药厂好 这才是胆固醇用药的可怕